你說帶鬼好像也是 因為我們的思考會覺得說 你就是應該乖乖的 我說了三遍的事情你還做不好 那很奇怪 通常每一個孩子三遍就已經可以好了 怎麼你五遍六遍 一百遍都還是這個樣子 那當時可能就是落差在這個地方 等到那個我自己想 好啊你 我沒辦法做好 幫你做好行為規範 那我就從你的洞去處理你的這一個學習 因為他們都喜歡玩 那想到玩他們就把事情做好 就可能就這樣調整 調整自己的想法裡面啊 或者是這樣 所以也因為學生而影響你的教學方式 會不會 有有有 所以我說學生教我的 讓我成長的也是很多 我們這種年齡齁 不退休還能夠這麼快樂 也真的是感謝這個團體這個學校 那如果說假設曾經被你教過的孩子 現在在收音機旁 你最想要對他們說什麼 我想要他們學習就是說 記住要把愛心傳送給別人 他們是有那個能力做到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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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